今天我们请来聊就是 马来西亚的宇宙混双组合 吴柳莹小姐 大家好 我是柳莹 早安啊 柳莹 早安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宇宙 好像是两三岁的时候 感觉上就是我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 然后我就每次吵着要黏着爸爸去场地的那种 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何伟大 变了这个家崩崩 感觉他很辛苦耶 所谓的宇宙成为职业 那谁有想过吗 这个事情 能说也是受我的父亲影响 因为以前小时候不是填很多那种 我的志愿 父亲就灌输我 说我希望你以后能到羽毛球播手 所以我的志愿卡是羽球播手 这么多体力的东西对于女生来讲 会不会负荣太大呢 我觉得 我像我这样的身材不是那种运动员的身材 不是那种肌肉型的 所以我尽量用其他的地方来弥补 就比如我协调性 或者是靠我的技术 靠我的战术 去弥补我的体能 体力方面的东西 柳莹你最进入这个国家队的 13岁吧 国家队是在运动学校里面 就一边上课一边运动 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叛逆说 我就不要这样 然后放弃了 我当时没有 然后我爸从小灌输我 就是想要希望我能成为国手 算是完成他的梦想吧 在整个 form 1到form 5的那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在学校最辛苦是做什么东西 就是日常生活 我觉得很辛苦 有一些训练的竞争 我觉得当时我的身体受不足 所以我觉得也就坚持着 说到甜酸苦辣呢 其实哪一个味道或是感觉 你是最喜欢的 之前我觉得是苦辣 我现在是享受那个苦 我的打玉毛球的心态就是 做上课 是这样坚持到form 5 后来我母亲还是特别希望我可以继续 读大学 是读了一年 我觉得坚固不来 后来我就特别特别努力的进奥运 那来一下如果当运动员的话 你是觉得他的生计上怎么样 就算你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二 不因为你的伤害 10年可能就白浪费了 退休之后 你对你的是什么 感觉到很没有安全感 还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那你的选择呢 你有想过这条路吗 我也喜欢教球 可是这个可能只会是我一个 兴趣或是一个我热爱的一个运动 所以生活当中的 另一番的事业会是什么呢 就是退役之后 另一个人生 你有想过吗 可能会想要当一个成立人吧 这个是我比较新接触的一个领域 我很多东西还在学习 就是说我个人兴趣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开钱 可是我也不会忽略幕后的 算是比较大胆尝试于新的东西 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会先去尝试 然后再看自己喜不喜欢 我太早就限定自己应不应该做 经验会必须缺越更重要 试过说这样的场合结果就自己受不住压力 然后可能哭啊 或情绪上大波动啊等等 觉得自己输都不明不白 然后会觉得有点要崩溃 走不过来 我觉得还是要后面累积很多经验 混双这个事情 因为是男女一起的配合嘛 更难吧 对更难吧 我觉得是 因为两个人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那种比较保守型的 我就是那种比较冒险型的 在场上的想法战术讨论之类的 时常意见不合时 我会需要第三方 kingship里面一个关系里面 你是属于强势的 我们有那个说法就是 你在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私底下的性格就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算是比较和风直撞的那种 那世界上的分配怎么样容易 基本上占了百分之八十五 还是比较喜欢的那种 explore的人 如果状态OK的话我就会去explore 不同领域的人 给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你举外人的身份去看清这个 我一毛雨球的事 它是青色的场地 我就会觉得很兴奋 整个大雨球的生涯 其实给了最多怎么样的力量 五流营的 可以说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可以造就现在的五流营 我们谈一下在奥运会的讲台上面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想要打一场最好的一场球 跟赢输我都是要带着微笑上台 我参加的每一场比赛 我都要以最好的自己 去完成每一场比赛 而不留下任何遗憾 再给你一种超能力 任何的你要来做什么呢 我想回到过去 还没有受伤的时候 可以的话 我不想动的时候 我想受这个这么严重的伤 我会怎样去 take care 我们来一起祝福我们的混霜的代表 五流营 谢谢你今天 谢谢 谢谢大家